今天很高興可以到這邊來跟大家做這一場分享喔 那我是上午的主張者我是曼婷 好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要echo一下剛剛說的一些話 那主要是關於自由軟體的部分 那在座各位應該我猜看起來吧 大概90%應該都是學生 那其實不知道大家對自由軟體的認識的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還不錯 就是幾乎拿不是Mac的都是普通主 看了還蠻想吃 因為目前開始很好吃 對 就是還不錯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今天好像普通的PC有點多 那時候都是Windows的就完蛋了 因為很多Open Source的東西在Windows上不太Walk 對 尤其是Git其實是其中一個不太Walk的東西 那還是點Walk啊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對 那其實自由軟體這個東西它很重要 尤其在資訊工程或者說在軟體發展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能大家會覺得為什麼會用自由軟體 可能大家馬上想到因為什麼免費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很多大老闆也是這樣想 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的一個想法 就是它雖然是免費沒有錯啦 但它事實上是更提倡一個自由的精神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作品學得出來 然後跟大家一起學得出來給大家用 你不是用 你不只是用而已 你通常都覺得好用 欸 這個只差一點點就到 百分之百 就到你心目中perfect的地步 那你有Source Core 你就自己修改 送commit 送patch 那它變成百分之百 這才是自由軟體的那個精神 那這點對學生來說尤其重要 像是一個商用的系統可能動輒一百萬 可能一百萬都是少錢 一千萬可能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那對於學生來說 你有一百萬 一千萬來選這些系統嗎 其實沒有 所以自由軟體在資訊教育的 在扮演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 然後想為什麼今天information 可以這麼的普及 我剛剛說的是那個這個科目資訊工程 為什麼可以這麼東西 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多天才 或者是這麼厲害的出現 其實都要歸功了我們自由軟體 好 那這個是我想要就只有一個機會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自由軟體的這個想法 就是它不只是免費上的freer 更是自由上的freer 好 那大家也會覺得 欸 那這個東西自由軟體 那如果我想要加入自由軟體的社群 我想要幫忙 那以後我寫code 該不會全部到open source 那我要怎麼賺錢 那大家可能最大的想法是自由軟體 那其實 最近剛好就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Debian 這個Linux distribution 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但沒有什麼反應 我猜你們應該比較捨武功圖 那武功圖就是 based on Debian 的一個Linux distribution 那我最近剛好認識的一個Debian Developer 那就簡稱叫DD 那DD是很厲害的 就是你可能 好 我們這樣說好了 世界上是我的Server 那可能有90%是Linux 喔 不曉得啦 大概90%是Linux 那其中一半可能是Red Hat系列 另外一半就是Debian系列 所以你想如果它是Debian Developer 那就代表世界上 可能有一半的Server 裡面的東西 是由它做出來的 它不會為你做出來 它可能是 這個很大的環境是用幾個小角色 但你光這樣想 就覺得 這個是不太一樣 那和它一家很酷的公司工作 這家公司呢 它是自由軟體的公司 那它主要是Solo了各 這間公司裡面有很多open source的Flapper 他們都是有拿薪水的 而且還拿很多 不少 那他們最主要出的信 就是他們開發出一個很棒的軟體 那有人就會想 那我會想說什麼功能 什麼功能 那它是商業公司嘛 那它可能能力沒有夠 那它就說 那我付你錢 你幫我洗好不好 這就是一種 其實是一種自由軟體的商業模式 所以它照片之下 你的第一印象可能是 它是不賺錢的 但實際上 它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就是它其實不是 完全不能賺錢的一個東西 那我剛剛說的那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一家公司裡面 全部都是open source 我們所謂 upstream 就是上游 就他們是release source code的人 那在這樣的公司裡面 很多領間的developer 那去再收一些客製化的要求 這就非常有趣 我再舉幾個實例好 好像是最近 Waylan很紅 大家知道Waylan嗎 好 大家知道X server嗎 Waylan就是 氏族想要取代X server的一個東西 X server就是Linis GUI的那個環境 就是X server 對 通常是based on X server這個東西 那Waylan是想要取代它的 那有人就想 好像最近數位派 就是X server派 就是X server派 就是一片那個也很紅 那有人就想要用 想要把Waylan在上面也可以用 那問題是這個技術是比較trick一點 因為它其實是潛入式的系統 硬體比較不一樣 那Waylan它的upturing的做 可能是專心做主流的系統 那可是有人想要帶上面用 所以就付錢 請Waylan把它porting到X server派上 對 這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 open source的軟體獲利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蠻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Git the version control system you must kn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版本控制系統 那其實這個是我給Ctime這邊的標題 那我後來簡報做一做 我自己換了一個標題 所以MoneyGit with workflow 那當然Git還是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的版本控制系統 但是我這段簡報主要就是 我用workflow 所謂的workflow就是工作流程 來介紹Git 因為 好 我們待會繼續介紹 好 那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好 那我是Moski 我先要念馬 其實都無所謂啦 那我現在在聽回工作 那我是一些Python package的作者 像是Moski Quo Quo Climbing 那我同時也是數個conference speaker 像是Python iPad 你也在日本2013 PostCop2013 PythonDW2013 還有去年的Python Japan 去年的Python ++++ 就很多conference 對 那我同時又在找Python 其實我主要是 我比較常講的主題 就是關於Python的部分 對 所以我找Python這樣子 對 好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比較detail的資訊 你可以到Moski.tw 那有一個算是一個簡單的single page 這樣子 好 那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都通常我不會自稱說 我是山大大學的什麼學生 這個也是今天剛好這邊是學 這邊大家是學生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個人在這方面的一個想法 我通常覺得就是 你不要自居是學生 這個很重要 當你在決定你的角色 就是說我今天我自我介紹我是學生 那你今天上來態度就是 我是一個學生 我是一個大學生 那這樣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好 但我覺得是壞 因為像我今天大家看完我自我介紹 其實我是一個Python 我是以我在Python的工程師自居的 所以我今天是站在一個 我是工程師的角度 在跟大家分享東西 而不是我是一個學生 在跟大家分享東西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有機會上台的話 你的自我介紹 可以非常大的聽上 你對你自己的看法 跟別人對你的看法 對 這是一個小小的分享 因為今天剛好是學生啊 平常都在講這種事情 對 今天就剛好分享一下 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的公司 Python Python也是一個線上購物的平台 那我們比大家特別 想念想說線上購物 那我們就養護拍賣 路線拍賣 可能伯克萊 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專門Focus在設計這一塊 那就像我們之前的復標 我們讓你在上面買設計 賣設計跟品設計 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面 這是我們網站 就是Python.com 上面的每一個東西 像是網路上傳的漂亮的圖片 但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商品 都是可以被購買 是蠻有趣的地方 那Pinkoid的景的後面 前面就是網站嘛 基本的Program的Stack 那Backend部分 我們全部都是用Python做的 所以我帶來Pinkoid主要是 Backend的Engineer 這樣子 好 那我說了這麼多Python 沒有自我介紹 從大家講Python 但我今天很不像講Python 我只要講Python 那為什麼我可以跟大家分享Python 這是有Github的頁面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 ClientMemo Seqo Media Bababa 一些個人的 OpenSource的 OpenSource的一些 一些Project 那這些全部都是用Git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有 欸 OnCoto剛剛沒有接到 這邊大概只有2000多個Commit 那事實上啦 公司的 其實Pinkoid也是用Github 這是Github的頁面 如果包含公司的話 其實我一年可能是有 可能三四千的Commit 所以其實我用Git 是 雖然沒有到很精深 但是還算OK 可以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對 好 那其實今天本來的主題 是希望我講Git and GitHub 可是我快想了一下 其實GitHub並不是這麼的重要 它有它的地位在 但我覺得並不是一個 我需要專門去介紹的東西 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的slide 都沒有提到GitHub 所以 所以我想要在這邊就是 幫GitHub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說Git 是一個版本通行系統 那GitHub就是一個網站 它是一個私人的網站 因為HUB就是任何警察 它就是一個公司 它是一個私人的網站 那你可以上傳你的OpenSource 或者不是OpenSource的Project也可以 那它主要的方式是OpenSource 它就是讓你隨便傳 不用收錢 但如果你要Pypad的Repository 就是私有的儲存庫 它就會跟你Track費用 那它的盈利模式 那 雖然說它是一間商業公司 但是 其實GitHub在 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是很重要 甚至對工作生來說 都很重要 為什麼重要 現在 大家找工作的時候看旅行 但以後找工作 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工作 可能是看旅行 為什麼 旅行短短短只行字 其實不太能表達你會什麼嘛 可是如果它點到你的GitHub 它可以看到你所有的Call 它就知道你這個人OK還是不OK 是不是太耀人 那 這件事情其實在國外已經是常態了 就大家已經會習慣性 欸 有些人可以看到GitHub年級 讓我看一下 對 在國外是常態 在台灣還沒有那麼普遍 但是我覺得 近幾年 就最近也很紅嘛 你知道其實我第一次聽到GitHub 是五年前 Git是五年前 對 然後現在才有 現在才有一個活動 在那邊讓我獎品 然後那麼多人 而且還是學生 所以 它其實是普及的還蠻快的 所以 GitHub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 你的Open Source的東西 或者說你覺得 反正沒差啊 反正就放到網路上 然後你覺得還OK的作品 你就放上去 那你可以想辦法 你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想辦法把它做到 就說 欸我這東西想要給別人看的 我把它做好 放上去 那相信這樣子 會對你有很大的加分的作用 那講這個 其實真的也不是空談啦 就基本上 我有一些offer 就是透過GitHub來的 欸 就 然後這些offer就是包含了 像Google 我不是說台灣Google 我是說 萬區的Google 那萬區是矽谷的Google 有曾經問問我 然後他就說 大家我看到你的GitHub 那 他寫英文信啊 我就用中文 然後我看到你GitHub 那你在做的東西 跟我們最近在做的project很像 那我們這邊有個機會 好像很適合你 有沒有興趣 雖然這又沒消息了啦 但是其實 他也知道他就會看這個東西 尤其是國外的公司 對 所以其實GitHub很重要 但GitHub重要在於說 你要用了Git 之後用了GitHub 把你的東西放上去 而不是說教你怎麼用GitHub GitHub真的很簡單 我待會點一點 你們就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今天不會 主要不會教你們怎麼用GitHub 而是教你們怎麼用Git 這樣子 那當然 GitHub不一定要用Git 嘛 就還有 還有很多其他版本通知系統 那大家今天學了Git 那你可能會去 搜尋一些 你可以XXXBSGit 之類的 你可以去search 你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哪一個版本通知系統 對你來說是比較易於學習 比較好用 對 只是今天我們剛好用Git 當作是一個主題 好 好 那 我想現在有沒有漏東西 應該沒有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大綱 首先 因為我今天是一個Git的教學嘛 我們會從很基礎開始 就是教大家什麼 在你的電腦上安裝好你的Git 那接著會介紹 Routine的comment 那這邊Routine就是常用的comment 就是你會一直用的comment 那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和新的指令跟資料指令 就是core跟secondary 就是教大家就是說哪些東西是最重要的 哪些東西是詞要的 那我會這樣分是 我希望大家 好 我自己做得比較好 我說大家只要聽到這邊 今天不管你後面的東西有沒有聽懂 你回去就可以開始用了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再來看後面的東西要怎麼用 所以這個分解 我是為了讓大家就最訓出的方式 學會Git 是來這樣分 對 所以 這邊是核心 然後secondary 那接著用Git很重要 一定要用它的branch 就是它一定要用它的分值 那 所以我會開一個session 來專門講branching的部分 那接著這些都是在local上的事情 接著你會想把你的code share出去嗎 假設你是一個coworking的team 那你總是要跟你的code 你要跟女王說你要跟你的team sync 或者是你想要傳到bhub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刷一個遠端report story 那這邊就會招待大家report story 要怎麼用 遠端的要怎麼用 最後會跟大家介紹一個完整的coworking workflow 那我這個簡報的特色主任就是用workflow去出發 那我就是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payout Git這個東西 所以這份簡報 我不會跟你詳細的解釋Git的每一個指令 的每一個option 我覺得這件東西是網路可以查的 很方便 你可以自己看 那同時我也不會介紹太多Git內部的東西 那之所以這樣子說我想要跟一些其他親友的教學 其實Git的教學非常多 我想要跟一些其他Git的教學做分隔 因為很多網路上你找的Git的教學 他都是很detail的 告訴你所有事情 所有關於Git的事 他先跟你說Git的資料結構怎麼建的 然後再告訴你一些Git的comment 我覺得那樣太頭昏眼花了 我覺得也是很多人就想學Git 但一直沒有去學的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避開這些detail 專注在就是說基本的要怎麼用 那如果你今天學了 你覺得還不錯 你用了一陣子覺得還不錯 但是怎麼某某功能要怎麼用 那我想這時候你可以自己用man 來看Git的comment 或是自己google search 那這樣我覺得效果可能會比 一開始就把所有事情告訴你還要好 那這份簡報會專注於就是說 讓你馬上開始用Beat 所以因為今天算是一個wordshop 但因為我後來簡報做得還蠻強的 我確定我今天沒辦法講完 但我還是會盡量給大家練時間做練習 當然我希望大家還是自己把握時間了 因為我會一個comment一個comment介紹 那大家在下面大部分人都有在電腦 那你可以馬上用馬上就知道說 Git是什麼運作的 這樣會比就是說你今天聽完回去哪天想到突然再來用的效果還好 那另外一個主要會講的就是Git的workflow 那Git跟其他東西比較不一樣 就你學其他東西它可能是比方說一套東西 那這一套東西就是這一套 那你就是學這套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學完了 那Git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subcomment 那這些東西還要跟別的東西組合 它是就是一系列的而且還會混雜的 所以如果你只看Git的一些指令 你可能會不懂Git在幹嘛 所以主要就是我會透過workflow的方式 就是一個怎麼樣用Git工作的一個workflow 才跟大家介紹Git要怎麼用 就讓大家可以真正知道這些指令要怎麼排列組合才是對 那因為上面有很多指令的介紹還有一些可能動畫的部分 那我可能會因為講課的需要可能會跳上一頁跳下一頁 那我怕大家會漏死掉一些東西 那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先把這份簡報送傳到網路上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你現在可以打 j.mp slash market 然後hyphen learning learninghyphen bithyphenwithworkflow 那你就會看到我這邊的簡報有線上版 你也可以download成PDF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online看 那今天就不管 今天就是我邊講你可以邊看 那你覺得這東西有點太簡單了 那你就可以先自己看簡報 然後自己開始練習 那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今天我們下午講完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開始用一個精靈自己的project 那我給大家一點時間打開 好應該都打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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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不忘了網址也蠻好記得就是j.mp 就是沒有u嘛 J.mp 然後maskid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ID 然後就全部都是hyphen所成的嘛 那learning git 學習git withworkflow 學習git 都打 應該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 其實沒關係 你就maskid點tw 這網址比較好記啦 上面有speakback 我的speakback的連結 那你就可以直接點 然後也會點到一樣的頁面 就可以看得到 那邊是可以看到有什麼的簡報 好 好 好我們終於要進入正題了 不好意思 我這個人的廢話比較多 所以每次都會想 一大堆廢話 然後開始正題 好 那首先就是 要把gits安裝起來嗎 不然今天workshop就白費了 所以 通常就是workshop 我都會說 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聽 就是 你一定要準備好gits的環境 我們才能開始做練習 所以大家這部會一定要聽 那我待會給大家一點時間安裝好 那如果你 沒有follow到 你不知道網路問題或什麼的問題 那你沒有辦法follow到大家的程序 他一定要指手 一定要跟我說 這樣子我們才能確保說 每個人 都有 裝好gits 然後準備開始用 好 好 首先 如果你使用ubuntu 代表 或是任何aptifest的Linist 現在應該比較少用rpm了 如果你使用sendom 指令也是類似的 就是yum 那如果你使用上述的推薦系統 你用sudo to get install git -home 然後等它跑完就結束了 很簡單 那如果你是用Mac的話 Mac比較麻煩一點啦 那請你用homeview vue install git 那我是希望你已經有homeview了啦 那如果不信了你沒有的話 或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話 那這邊有個網址 http.build.sh 那大家可以去那個網址 來裝homeview 那我稍微簡單一下homeview 那這樣open source的project 通常我們會 大家會打包號 然後放到一個 一台server 可能不是一台server 可能這台server後面很多server 那要站起來輕踩是一個server 上面 然後當你任何的Linist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下旁邊的方式去把它抓過來 就像第一個app gate的那樣的方式 那很可惜的Mac沒有 但還好Mac它本身也是BSD出來的 所以其實要做這種事情不是太困難 那所以有人就做了homeview homeview就是可以讓你自己去下載這些 下載這些open source的binar 或source code回來 然後便移或者直接用 這樣就會很方便 就可以馬上用 對 那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如果buildish打開來 下面會有告訴你怎麼安裝 好像你可以直接search install 什麼的 那你就直接code test 到你的terminal上 它就自動幫你做完事情 不過比較麻煩一點是 它會需要插扣 所以如果你沒有插扣的話 那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下載 那沒關係 因為我廢話蠻多的 應該是可以下載的玩 那如果不行的話 好吧 沒辦法 那就盡量 那如果你覺得下載時間太慢的話 你可以到GitHub的官網上 看看有沒有binarys可以直接用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建議用view 因為view其實做得還蠻好的 就很多open source的東西 你用view很快就可以裝好 那比起自己編 它來得好很多 那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網址 一個官方的網址 它有提供windows的binary 那你可以直接編到這個網址 然後下載binary 就直接安裝 就也是蠻方便的 那不過我想 這邊用windows的應該不太多 所以就還蠻開心的 就不用等windows 但我覺得vac可能會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x code比較麻煩 不過還是 對 還是不要裝好 好 那你怎麼確認有沒有裝好 那你打開你的任何一個terminal 在widow的上 就是所謂的命運機器資源 cmd 那mac 或者命運機就是terminal 那你就打 git doublehypen version 你可以看到git的版本 那如果有出現的話 那也代表ok 但是有裝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哪裡有出了一點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GUI的話 其實也是有 那我們今天的workshop 主要會用commandline的方式進行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害怕commandline的人 那其實git也不是非commandline不可 就是我們還是有GUI 那真的要感謝GitHub GitHub幫我們做很好的GUI 那也是直接讓大家使用 那GitHub for Mac 是網址在上面 就是mac.gitHub.com GitHub for Windows 就是windows.gitHub.com 那其他的你可以在 Git的官網找到 那如果你是用Linux的話 那沒有那麼好用的GUI 那我覺得還是打MineLive 比較快一點 還是有 但只是沒有這麼好 那雖然說他的名字是DHub for Mac DHub for Windows 但他其實裡面提供讓你自己用 就是私人的reportory 那你也可以上傳到不只DHub之類的其他的地方 你也可以直接用 對 所以其實還蠻有空心來走 對 那現在說公典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我覺得就是數學來說是蠻OK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想要有一個GUI 如果大家可以接觸的話 那你可以嘗試看看 在裝好Git之後 就是你要告訴Git說你是誰 因為Git的每一個commit 他都會附帶commit的commit者的資訊 那設定的方法是像這樣 用Git Conflict 所有的Git的指令 都會用Git開頭 那後面會是一個sup comment 那這邊的話是config的 那有dash的話 或是海粉的話 它是一個option 就是說我指定gogo gogo是什麼 那我說我要設定username 把它設定成maskiliu 那這是我的名字 那記得要改設你自己的名字 那在commitline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值 那你要包含空白的話 你就必須加上一個好 這樣子 好 那通常我們會設定兩個 就是名字跟email 那名字的話是maskiliu 然後就是這樣子 email的話就是 看你的email 就是femaqfwa gmail.com 那這主要是通常open source的patch 就是會附上最基本的 你要怎麼稱呼 你的email是什麼 那大家就會透過你這個email 跟這個名字來去找到你 那如果你的Git已經裝好了 那就請你利用這兩個指令 還是令人Git 那記得不要copypatch上面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之前copypatch 沒把它設成mask 的話 你以後commit的名字 全部都是mask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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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要copypatch 拜託拜託 我之前把這個指令 貼上給朋友 朋友就不是貼上 然後他以後 旁邊都變成我了 但其實Git還蠻好hack的 就如果沒有認證的話 其實真的是用它 會變成你 那Git還有很多其他的設定 沒有我那個你說 那個我已經裝好了 那我按哪 來來做 上次你可以設定你的 綠色編輯器是什麼 因為Git通常的行為 是你打一個指令之後 如果要輸入一些 把他弄藏的訊息 他會自動用好一個編輯器 讓你使用 那 他們說 如果你不是用Lint 你喜歡用Emacs 你就下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把你的Editor 換成Emacs 那如果你有任何 你想用Gy的Editor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把Emacs 換成GyEditor 的那個 他就會自動按摩去 對 像說Gedit 或者是其他的 Summonet S2 就可以直接換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一些 還有其他的指令 像是Margit Tool 之類的 那這個可能給大家 細節一點 那我只是舉個例子 就很多的東西 是可以這樣子設定的 好 那如果你想要看你 目前你設定了哪些東西 你可以用Git Config Double Hymen List 就可以看到 那其實這些所有的設定檔 如果是Google的 它就會存在 這個意思是你的Home folder 就是你個人的主子要加 在Make的話是 slash users 應該是users 然後你的名字 這個就是你的Home folder 在 另一字的話 就是 backward slash 然後home backward slash 然後你的ID 那Windows的話 好像 好像就放在 NMU users 下面 應該是吧 我已經忘記了 對 好 那你可以直接編輯這個檔案 就可以直接做設定 那效果跟你用場面 場面來做設定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比較懶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的設定 就是 我有 我把我的設定也放到GIST上 那網址是J大MP MASTI 然後HIVEN GETOWN BIG 那大家可以參考 有些東西 大家現在可能看不太懂 為什麼要這樣設 但是其實就是一些 我很常很常很常用的一些指令 對 好 那我們準備要開始真實開始使用了 所以 要打加加加 就是最常最常用的核心的指令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report story 那我現在再解釋一下這些termer report story 指的是儲存庫的意思 如果翻成中文 我只覺得 就叫儲存庫了 那通常我們一個project 他會在一個資料夾下 那我們就叫這個指標夾 叫做report story 那我們會用這個指令 get in issue 就是INIT 那一個 我大概解析一下 可能同學不太熟 通常我用翻括號 代表這個 這個東西是optional 就是你可以填 也可以不填 那腳括號代表說 裡面的東西你要自己換掉 那所以這邊意思就是說 你用get in issue 後面都不加 那他會自動把你現在在這個folder 變成你的get repository 那如果你加了一個 嗯 資料夾的名字 他就會建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這個資料夾 變成一個get的report story 好 就是這樣 好 那大家請開一個 就在你的電腦上開一個經驗的專案 或是任何你想要用get in的專案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用這個專案來開始進行get的教學 好 那我也簡單的示範一下 好 我通常我會習慣就是 這個我不是要怎麼用 我用get lab 就是我不太 我一開始在學get的時候 因為怕下周期的名字 所以我有時候不確定的時候 我就會開一個get lab 然後我在get lab上嘗試 也覺得要怎麼用 好 好 那我這個指令就是建立了一個get repository 那它名字叫get lab 那其實 那其實它也沒什麼 它就會很單純的一個資料夾在哪裡 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get 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你進去會看到就是什麼都 其實什麼都沒有 它其實不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啦 它開了一個 點get的資料夾 那他只說是空 那點開頭在 InSpace的系統下是 所以這代表有建築 那這裡面就有包含出 用get的 嗯 它自己內部的東西 那你就不要管它 就是你在這個資料夾 裡面的任何一個level的 資料夾都可以使用get的出力 來經典get相關的操作 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應該都開好了 我需要再切一次 好 大家都應該都開好了齁 好 那接著 如果你要commit 我們說commit就是 就是 確定送出的意思啦 有點送出的感覺 送出你的修改 那我們說版本通知系統 版本通知系統就是一個版本 一個版本 一個版本 這樣堆上去 那每個commit就是你一個小的版本 每個commit就是一個版本 那我們是用add 一個fire 然後 你就可以把你修改 先暫時的夾進去 好 我大概示範一下囉 好 tach這個指令 在令印上是可以開一個空的檔案 那就真的是完全空的檔案 喔 就是空的 好 那可以用get add 那 他現在就加到一個暫存區了 那接著 那接著 我們再用commit 這個指令 把我們剛剛加到暫存區的修改 實際上的有點和送出的感覺 送出 送出出去 好 那我們直接demo 就像我說的 他會 如果需要輸入訊息的話 會挑出一個編輯器讓你來輸入訊息 那我這邊就說 好 好 那我就寫一段簡短的訊息 通常get的訊息是這樣 就是第一行是簡短的 那如果你要秒數比較複雜的 我們就寫在下面 空常寫在下面 那比方說 好 因為我螢幕上看到 所以如果打錯字的話 大家就忽略了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可是通常因為 我們會很頻繁的做commit這個動作 所以其實我們通常不會輸到 第二行以上的訊息 就是疏離行的訊息而已 那這個訊息也不一定要是英文的 它也可以是中文的 只是我習慣不會用英文 好 那這邊也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 如果你們有東西 任何想要open做的東西 都盡量用英文的 那這個原因也是因為 像我 就像我說的 會看你的東西 一定不只台灣人 或是如果你想讓你的東西 被更多人看到 絕對不只台灣人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東西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好 那你的選擇只有英文 所以請盡量在你的程式 跟你的註解 你的文件 裡面使用英文 對 這個會差很多 養成這個習慣 就說跟練英文 然後有一天 你可以期待有一天的東西 就會被看到 對 這現在要幹嘛 應該是說 如果你用英文的話 你就有這個機會 會被看到 好 那如果你沒有用英文 你用真文 那你就是自己 等於說你自己損失的 這個被看到的機會 那當然 就還是看個人啦 因為這個是無所謂 就什麼語言都可以 只是建議大家可以用英文 好 那我們說完之後 我們就存檔 好 存檔之後 你可以看到訊息說 欸 已經這個 這個community裡面 包含一個檔案的change 然後就是沒有了 一些summer的資訊 那你就完成了 你的第一個commit 就是你把你第一個修改 給commit出去 好 然後我們國際線要怎麼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欸 就是空流 好 好 好嗎 好 按檔案 不只可以加一個檔案 你後面可以加很多個檔案 然後最後commit commit出去 好 好 所以今天就來到了我們今天最簡單的一個 workflow bit in each 一個資料夾 接著 你可能會修改這個檔案 然後用add 把你的修改 加到蛋存區裡面 加到蛋存區裡面 加到蛋存區是說 因為你可能同時改很多檔案嘛 你可能先加這個之後再去加另一個 所以你是可以隨時增加你想要commit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一口氣把所有的add的東西commit就去 然後回到2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git最精華的部分 所以 最基本就是這三個指令 in each and commit 沒有了 所以 整個大家回去就可以開始用add 因為git 其實就這麼簡單 沒有給了 就是最簡單的部分 就是這三個指令 只要這三個指令 你就可以開始用add 所以不用上就是 你不用說我一定要看完某個大大的簡報 或是讀完一本kit的教學 事實上只要懂這三個指令 你就可以開始了 好 那 那還ok嗎 大家開始覺得很有信心 因為這一切都很簡單 錄在 好 沒有太多人露出笑容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增加很多檔案 我然後tommit 然後回去修改 那就是git and code 然後再增加檔案的tommit 就是一個匯圈 一張一直跑 一直跑 那一張 一直在這個匯圈裡面 那就是沒有在用add 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就是很簡單 好 好 那其實這樣當然是很無聊啦 其實git當然不只 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之後會陸續介紹 只是先跟大家說 你只要有這基本的三個指令 你就可以開始用add 做事情 對 好 好 好 那接著我們要開始介紹 次要的 嗯 次要的tommit 那這些次要的意思不是說他不重要 而是說在苦藥流程裡面 我們會主要會用到git initial git add git commit 那我們會用這些 次要的指令進行一些輔助 所以這些資料是輔助的意思 而不是說他不重要 就是你可以利用這些指令 來真正發揮git最強大的功能 這樣子 只是說 因為他不是必要的 所以我把它拉到這個部分來說 所以就是大家只要知道 那三個指令 你可以開始用git 那其他的 就是等你需要用的時候 你想好像有些東西 可以做什麼事情 再來查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是你可以用git status 來看出你這個report story的狀況 像我們剛剛有git add 那你怎麼知道說 我今天我加了哪些檔案 或是我修改了哪些檔案 那你就可以用git status 他就會列出 你目前report story的狀況 那比方說 像這個位置是說 我剛剛修改了hello 那你就會說 你hello修改過了 那你就可以選擇說 你要不要用git add 把它加到暫存區 或者說 我要再改更多 在心裡這樣的動作 好 那我現在用demo的方式 讓大家看一下 好 git status 好 那我剛剛只做了一些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加了一個空的檔案 然後我旁邊就去 那所以我現在我的report story的狀況是clean 就是我沒有任何其他修改 所以你看說 那心裡可能的walking directory 就是乾淨的 就沒有任何的修改 那我現在做一些修改 好 好 好 那這時候就會看到簡報上的內容 就是它已經被修改了 那修改其實它這邊都有一些簡單的提示 那你可以用這個指令把它還原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git add 來把它加進去 好 那我們想說 我們就想說 欸 我們現在已經 好 我們就是要做 我們就是要旁邊的修改 那我們就來增加 然後 然後 我們再看 Status 好 然後 Status 好 你就會看到說 然後這些changes已經在贊成區了 可以準備要做tommit 那你可能還會想加別的 那假設我們現在沒有想加別的 那我們就 leadtommit 好 那一樣就是打tommit的訊息 看個人的喜好 git官方的建議說 是說 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話 建議說 你都用現在簡單式 然後通常ad會大寫 對方說 如果按照git的官方的主 官方的建議的話 會是這樣 add some cast 那 這個其實是看個人 就是像git官方的建議是說 他把每一個commit 看作是一個指令 我今天apply了這個commit 那我就apply了這個指令 那我個人在寫 commit訊息的時候 我把它當作是log 就是說我剛剛做了什麼 或者是描述現在 加了這個commit之後的狀態 方說我剛剛過去是說 我剛剛加了一些字 這樣子 或是我會說現在什麼 this functional workflow 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是 我也是描述現在的狀況 那這個其實真的是很看個人 那如果你要follow git官方的指導原則 那你可以的 不是指導原則吧 就是官方的 應該怎麼說 官方的guide 那你可以按照 可以官方去做 或是你也可以覺得說 欸我覺得過去是 if that make sense 那你也可以用過去是 那這個東西 在網路上就是 其實大家 偶爾就會在吵 就是說到底用哪個是對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 就要看你的習慣 那因為我已經 我從第一個開始 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第一個的方式 所以我都是這樣一直用 對 然後我不會用開頭搭給什麼 就是簡單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就看自己的選擇 不過可以順便跟大家說啦 如果是git自動產生的訊息 他會遵守官方的guide line 那所以他就會是開頭搭寫 然後全部都是現在簡單式 那所以如果你用開頭搭寫 現在簡單式的話 看起來比較一致 但我是覺得不需要為了這樣 一致心去犧牲一些 與意義上的問題 因為我還是覺得說 欸我剛加了一個訊息 那我在描述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比較make sense 對 這就是在看個人 好 那一樣的訊息10號 之後就是存檔 好 那就會看到說 一個檔案被修改了 那有一個插入 那第一個 最基本就是插入跟e true 那這邊就是一個插入 好 那我們可以看key status 好 又空了 又clean了 因為我們已經把change 放到贊成訊 然後clean出去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指令你可以在 Woodflow任何一個流程裡面使用 來確定你現在GitRepository的狀態 好的 剛剛介紹 那你也可以利用GitDiv這個指令 來看說你改了些什麼 比方說如果你在裡面 不好意思 GitDiv Div就是different 你可以用GitDiv來看說 你在上次抗密到現在為止 你做了多少修改 那這個有時候debug很好用 就是抗密到一半 欸怎麼 一直怎麼放掉 然後 但是 你可能call有一千多行 他說 那到底改在哪裡 你跟GitDiv看一下說 就是縮小範圍 就是說 原來我改這些地方 所以爆了 那可能這些地方 我把住截掉 住截掉就會好 之類的 所以那個很笨的debug的方法 但有時候是蠻有用的 就尤其是 可能搭些 電視程式沒有很複雜 就可能都是C或是Java Compile就會有訊息 那如果你之後 可能進到大公司工作 很進到公司工作 不一定是大公司 它裡面可能會有自己的 它可能會把 Source Code再Compile過一次 就是有些狀動力這樣子 然後再進到 再真的Compile 那 那最後那Compile出現出訊息 會是 可能公司自己加 自己加了Compile Compile後的位子 那有時候就很痛苦 因為這位子根本不是你本來的位子 就很崩潰 但有時候你可以dipdipdip 看一下說 到底哪些地方改了 你可以去針對這些地方 去看 去看說 是不是哪邊哪一行出了問題 那我要做一個簡單的demo 那你會看到 跟我們上次抗命的結果 本來這個是 剛剛抗命過的東西嘛 那這次我加了一個空行 那跟加了一句話 Nice to meet you all 加了一句話 你就知道說 你這次的修改 差在哪邊 那你讓朋友 剛剛我們介紹過 指令 git add commit 把這個修改 commit出去 好 那接著 你可以看說 你所有已經 commit過的紀錄 這個 要切兩次 每次都忘記 好 那你用git log 來看說 你所有下過的 commit 那指令那個git log 那你看到說 我剛剛做了什麼事 你指編幾分 然後 commit ID 是什麼 我大概介紹一下 git log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各個 commit 那在每個 commit git都會做一組的hatch 那這組hatch 就代表這個 commit的名字 然後 會有作者是誰 然後 時間 是什麼 改一個時間 那你旁邊的訊息 那如果你答很多 就會有很多 那答比較少 就相當中很簡單 那這個是我一個 我自己的 repo 我自己個人 open source repository 你看說 我修改了錯字 然後 嗯 好 這有一點難解釋 就是一些 那個project owning的東西 好 像這有一點點修改 好 像這個 意義不明的就不太好 所以通常我會 說明確一點 對 那我猜 那個有一點點修改 就是一點點修改 所以我不知道打什麼 所以就大概簡單 好 那一樣femo一下喔 好 按到什麼 比如說我 比如說我要 我要打字太多 我這邊打 好 那我先把這個 東西commit出去 那我剛剛做的修改 嘛 我一樣我add hello 那它就加到贊存區了 加到贊存區了 好 那我們再來用git commit 然後寫訊息 好 那就 commit出去了 那我就用git load 看到我剛剛 commit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剛剛增加的第二行嗎 增加一些字 然後這個report story 第一個 commit 對 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好 那git log就有時候蠻好用的喔 喔 有沒寫到 就是其實我們在寫 我們有時候程式寫寫 就忘了說 欸我四個版本就四個版本 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炸哪些功能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會看到說 欸你這個project 你到底這段時間內 炸了一些什麼樣的功能 這樣子 那我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會做commend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到底做了多少修改 要一個commend 那我個人遵守的原則是 當我的修改 只會用一句話描述的時候 我就會commend 那如果他要用兩句話來表示 那我就會把它拆成這樣commend 通常是這樣子 就 這個也是蠻看個人的啦 但我個人遵守的原則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覺得 欸我剛剛做了show guide 我不用一句話來描述 所有的show guide 我就下一個commend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可能會改更多指導可以 那如果我覺得他要用兩個句話 那我可能會拆今天用兩個commend 這樣子 那既然是版本控制系統 那一定要可以在各個版本之間移動 不然怎麼 不然你下了這麼多commend 是要做什麼 它其實你每一個commend 就是一個還原點 就跟Windows的還原點 或者是什麼一樣 你可以隨時回到那個版本 那指令是 git check out commit 那check out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 那commend 就是你的commend ID 那就是看你剛剛的 我們剛剛有說那commend的名字 你就可以直接用那個ID 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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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commend的ID 那你可以把全部的名字 都複製貼上上去 那因為它很長 通常不會打那麼多 我們通常會 我們可以指大幾個字 那帝都會自動去match 就是最近的是哪一個 就是最符合的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通常會這樣子打 搭單本 那有個很特殊的名字叫head head就是頭 它會always在 你目前所在的這個狀態下 對 這個它是浮動 它不代表你的commend 它就代表你現在所在的那個commend 對 這在有些指令的時候 比如說你想要指說現在這個版本 你就會用head 這樣子 好 那我 我零上面一起講到 大家一起demo好了 那我們commend的ID不好記嘛 是一串亂碼 16千萬的代碼 對我們來說有點困難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commend 叫bit tag 它可以幫你對一個commend的下面字 那比方說我們可以這樣check out 到一個版本上去 那我們用bit tag給它一個名字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移動到這個名字去 那通常可以tag就是用來標 就實際上的版號啦 那因為你可能一個版本裡面 有100個show guide 那可能是100commend 可是你版本號只加了1 所以你這時候就會在 比方說第一版commend 我就下一個tag就說 誒這是我的0.1版 這樣 所以像這樣就是我們tag0.1版 那你有一天你想要回到0.1版的時候 你就可以check out 比0.1 你就可以回到那個版本 好 那我demo一次給大家看 好我們一看到我們有這麼多的版本嘛 那假設我想要回到這個版本 那我就把它複製 最簡單就是複製貼上嘛 Check out 然後它會出現一些訊詞啦 對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版本 已經換到比他之後的那個版本 我們剛剛有增加一行嘛 現在就變回去了 就變回本來的那個版本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我們覺得 誒這是0.1版 那我們就get tag b0.1 那這樣以後它就是0.12 我的那個 我的batch有點 batch rc寫了有點問題啦 就是那個batch binary operator 那個可以呼籲 通常不會寫那個 那沒看到說 誒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想要回去的話 好 因為head就是現在在的位子 所以回去的話 我們需要上MinaID的比較 噢不用不用不用 好 那這個是branch的概念嘛 但我之後再跟大家解釋 那現在get tag out meister我就可以回去了 就是主要的那個branch 好 那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 就是我們剛剛本來的東西了 那你可以看到hello 的內容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最新的版本 那如果我們想要回去看本來的版本 我們就可以用get tag out b0.1 我們就可以到剛剛那個版本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用作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用作 好 好 那接著既然可以上前 我們可以上前堂備 那就要可以還原 還原 那還原的話主要是這樣子用 beat reset 那一個commit 那它的效果是把你的head 就把你目前所在的那個位子 移到這個commit去 對 好 那我一樣先介紹他的兄弟的指令 就很像的指令 我在一起demo 那這是一個還原的方法 它就是把你的整個版本 回到以前的同一個狀態 好 那 那 除了這樣子 直接指回去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像revert revert這個指令 它會幫你做一個相反的指令 去抵消 你之前的一個commit 那這個效果有點不一樣 reset 是移動 是把你的目前狀態 移到以前的一個狀態 那revert 就是 它在後面再新增一個完全相反的commit 你去抵消你之前的修改 就是概念不一樣 那我這邊有一些解釋 好 那你看我現在gitlog 我這邊我有兩個 有游標嗎 游標哪個困難 大家看到 紅色框跟藍色框嗎 總共是兩個commit 那如果想要還原到上個版本 我就可以用gitreset 那個commitID 大家看到紅色就不見了 它事實上沒有真的被刪掉 連git它都只是把那個point 指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它就只是把message 回去以前的一個版本 所以它其實還是在的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commitID你就回不去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commitID 或是有些技巧 但是比較近階的技巧 就大家可以自己google search一下 但它可以想reset之後就是不見了 你可以回到某個版本 好 那如果做一個相版的指令 就剛剛說revert 它的效果是這樣 我們本來有兩個commit 紅色跟藍色的 那我可以做一個完全相版的指令 然後說我想要還原252Emae這個東西 我就gitrevert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做一個commit 那這個commit跟你本來commit完全相版 抵消那些手感 這樣 這兩個不同的版本有方法 好 那我就簡單demo一下 我們也確定一下 現在我們在最新的版本了 那我們看give log 我們有三個log 三個log 一二三三個log 好 那記得我們剛剛有git tag嗎 tag有的0.1 那假設我覺得 嗯 我覺得 今天可能 晚上熬夜寫code沒有寫得很好 就都不對 什麼就是都亂寫 然後我想要回到之前那個版本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git reset v0.1 但因為我們剛剛給它取了一個名字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回去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git log 就只剩下兩個 好 那它有一個額外的效果是說 它會把你其他的修改 全部全部吐回來 就本來是存在git的內部裡面 它現在就把它吐出來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東西還是第二個版本 這樣 但如果你想把它丟棄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丟棄 你想把這些修改都丟掉的話 就可以把它都丟掉 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這個指令 那其實就是這個指令 不過因為簡報 沒關係還是可以貼上一下 你看它說 就是git check out double hyphen 吧 就this card changes 那 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把你的修改給丟掉 所以 就可以 不好意思 那這樣你的東西就真的 就到這邊為止 你的東西就真的全部不見了 就git reset 它default狀況下 它會避免你按誤注 所以它會把你的修改再盪回來 讓你可以再重新修改 可是如果你真的全部都不要的話 你可以用剛剛那個指令 把你的修改真的全部都丟掉 那當然是下了之後 除非你知道一些進不進的技巧 不然就回不去了 就都沒有 這樣子 好 那接著我們現在的be long 講這樣嗎 那我們看裡面的內容有這些 對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想要 用一個相反的抗命來還原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方說 像假設這是一個錯的方式 然後我在這邊 我改了 改了這個東西 我本來以為puffles會更好 結果把整個東西都搞壞了 那我現在我想要用 增加於committ的方式把它修改掉 那我就可以 我這個 commit ID git revert revert 那它就會 跳出這個 那就是它準備要做一個完全相反的committ 那看你要不要做一點修改 那我通常就是按default值 就 太浪了 那大家還記得這個committ是增加一行字嗎 可以看到snowboard都會撿了一行字 就完全相反 那你就會看到hello 然後 就變得空了 就把剛剛加的東西 就全部撤銷掉了 那這個時候 然後 我們的detail 就會有三個 那這是第一個committ 它是一個空檔案 第二個我們加了一行字 然後第三個我們把它撤銷掉了 就是做一個相反的committ去還原它 其實還原不是很常用啦 但它就是一個輔助 輔助的工具 就當你做錯事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還原掉 這樣子 好 那其實 其實git真的沒有很難啦 以上就是git次要的一些指令 那你可能會用主要精 通常會用主要的 那偶爾你會用一下次要的 能檢查狀態啊 看改了些什麼 看log 然後做還原 這樣 最大概就是git常用的 最常用的部分 是cast only 就這樣子 那去到就只是我想要看 某個committ的狀態 就是長什麼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指令 大概這樣 那希望大家聽完這些之後 對於早上的 又比較理解一點 那其實比較常用的就是 git initial git add git commit git log 就這樣 其他都是比較 不會那麼常用到 好 所以不用太害怕 好 那我們就正式進行下午的部分 好 我想我乾脆用mirror好了這樣 然後 不是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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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branch it branch it branch it 就是分支 分支 都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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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nch it 分支 那我可以馬上 可以馬上聯想到 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樹枝的分支 像 像 現在路上行刀樹的 是列子掉的那個分支 就是branch 好 好 這是git的logo 然後他在 git的logo 他就是一個東西 分成兩個 所以你就會知道 git的branch 在 git是一個 代表一個很合心的概念 所以他連logo 都用了一個分支的概念 來設計他的logo 所以branch 真的是git 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好 好 那我大概解釋一下 branch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commit 好 好 我們又下一個 又是commit 又是commit 這是一個線性的概念 就是一個commit 一個commit 那都有自己的名字 就一個一個ID 再一個commit 好 那通常 在最簡單的狀況下 git的預設 這些commit 就是在一個branch上 就是一個branch 叫做master 那他會用一個 上次標籤的方式指向他 有點像tag 但他其實跟tag不一樣 應該是說 他們是一樣的概念 給這個commit 一個名字 可是 給他名字之後 你繼續下同名字 的效果是不一樣 好 那通常branch的概念 方說 我現在在master 好 我在這裡 那 現在master 它是一個很OK的版本 就方說你交作業 就是你寫完 好不容易 daylight寫一分鐘 把東西寫完了 上傳完了 然後 但是你覺得 欸這東西 好像寫的不是那麼好 應該可以帶寫的更好一點 可是你又不想要破壞 因為這東西walk 我不想要修改它 就大家常常摸到的狀況 就是這東西walk 我想改它 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又覺得 它可以寫的更好 這時候你就會開一個branch出來 叫topic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topic branch 就是一個 開一個名字 方說這個branch 你可能是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比方說 這東西它是OK的 但是我想要 讓它優化 讓它跑得更快 這是一個 或者是我想要把扣子 整理好變得更乾淨 這也是一個 或者說想要把它加新功能 這也是一個 三功能 也是一個 就類似各種的實驗的方法 就是任何 任何的實驗 對 你可以開一個topic branch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head指向的還是這個commit 就是剛剛聽到那個head的概念 就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是那個commit 好 接著 接著如果你在master上你繼續commit 那它就會繼續往這邊轉 那master會繼續在上面 就繼續轉下去 那今天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切換過來 我們把 我們把我們的branch 切到topic 切到topic 那我們繼續下屠面的時候 它就會噴出來了 就是當我們把branch 切到另外一個branch 然後我們繼續下屠面 它就會噴出來 就會產生得像 我剛看到branch的logo的圖示 然後接著你其他的commit 就會在上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 特定一系列的修改 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 就是當我們這個東西失敗了 沒關係 我們可以隨時回去 隨時回去救的東西 那救的東西 如果你幫收老師 額外加了一個要求 其實我猜說老闆額外加了一個要求 那你要有based on your stable 的版本嗎 你就可以繼續從這邊繼續下去 但是你還可以繼續研究你新的東西 不會影響到本來 那你隨時都可以回去 那最後當你這個東西做完的時候 你就把branch回meister 就可以了 就可以達到一個 你可以保持本來的 版本的穩定性 然後你可以同時實驗很多東西 那branch是可以開很多的喔 就是你可以無限開很多的branch 你就可以實驗非常多 如果你大老可以多工的話 你可以幫說我今天要試A 明明是B或者是C 你可以開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branch 那branch本身 還是可以再開branch的 對 都是可以的 那你幫說你今天想要實驗 就是 這裡你要做geek的實驗 你怕搞壞 你也可以開branch出來 反正你隨時可以回去 你先前的某個版本 對 這是branch的概念 好 這樣大家有大概理解branch的概念 應該還可以了 那就是概念啦 接著就是講說我們要怎麼 利用geek來達到branch的效果 好 像我們剛剛說 放了一個名字上去嘛 指令就是geek branch 然後branch name 那它的效果就是 像tag一樣 它會開一個 開一個reference 指到上面去 然後 你可以cheek out check out一個branch name 你就可以移過去 移到那個branch的效果 這樣子 或者是 它其實可以縮在一起啦 就是 你可以用check out 開一份b 這樣的效果就是 開一個branch並且移過去 就是等於像這樣子 對 不會交互著用 對 好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就是branch那個指令 加上開門d 就可以把一個branch 移除掉 那你可以用geek branch 後面不搭任何東西 你可以列出你現在所有的branch 對 好 好 那 你可以在branch之間移動 就像我說的 你隨時都可以回到 一個branch 就是geek check out 對 你可以隨時回去 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把 你已經寫好的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時間已經做完了 時間成功 那我就要把它還原回去嘛 那你就可以check out到 你的bestbranch 那像剛剛的link就是master 那我們再用beat merge 你的topic branch 就可以merge回去了 對 好 好 這是一個例子 這剛好是一個例子嘛 這是我一個 這就是no secret的project 那因為之前拍攝 辦了一個spring 然後就有一些人一起 來幫忙做一些新的功能 那其實你就會看到 本來是一條一條一條的 其實這上面兩條是master 那我開到 那我通常會開個店子出來開吧 那開吧 完成了穩定 我通常會跟他們 好 那你看到這邊的狀況 就是很多人 開了brandre出來 幫我寫新功能 都based on 我一個特定的版本 那因為這些東西 我還沒有review完 當我review完的時候 我就會再把他們那裡給回去 這就是brandre實際上應用的概念 好 那 我大概 好 我就先講完這個好了 那如果再加上branching 你的workflow 就會長得比較像這樣子 好 首先 就是我們還是之前 我們說的workflow 那你會開個bit branch topic branch 然後checkout過去 或是你可以用縮寫 就是checkout-b過去 然後一樣 修改檔案 然後就會 不好意思 就這樣一樣 你可能會add 什麼什麼 好 所以會有commit 有commit 然後你再回到3 你就一直在這個branch上 做這件事情 就是一直 回去 回去 然後直到就是說 你已經完成了這個topic 然後就離開 那 離開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你想要 拋棄這個版本 那你可以很簡單 就去靠回去 然後把branch刪掉 就結束了 那如果你實驗成功 你可以checkout 會best branch 然後再把這個topic branch branch回去 就是這樣 好 那我一個簡單的bemble一下 好假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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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現在的狀況就是 穩定的版本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穩定的版本有點錯 Word拼錯了嗎 就是 LL我要拼錯了 好 可是我這個版本 是stable的啊 我不能亂改 那我想要修正這個錯誤 那通常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會開一個branch 我們現在開branch 不直接拖遍的原因 是因為這是一個stable的版本 這個狀況 它可能是在客戶手上 在老闆手上 或者是在老師手上 或者是同學之間共享的code 那你不想要去修改它 這是一個實驗的修改 我只是舉例啦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 只是打錯字而已 大驚小怪 然後只是舉個 模擬就是 出錯 或者是想要 實驗的狀況 好 開一個branch 那剛剛的 topic branch 只是一個名字啦 就我們半身它叫topic branch 那通常你會用一個 比較具體的名字 比方說我現在就叫biz typo 那我再移過去 check out biz typo 好 那你可以用 因為我的 我的batch有做一些設定 所以我可以很明確知道說 我現在在哪個branch 那如果你們沒有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 get status 你就會看到說你在哪個branch上 或是你也可以打 get branch 你就知道說你現在在哪個branch 那你還有哪些其他的branch 好 那我們現在 就對它做修改喔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git log 那git log裡面它是線性的 它有一些option可以讓你看到圖形 那我們就假設的option都不存在 那大家回去可以自己man一下git log 你就會看到有一些設定 或是你可以看我的設定檔 會到gr的縮寫 好 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log 就是前面都是一樣的 後面它多了一個bix type log 那假設 我們可能還不確定 這東西有沒有做好 那假設今天有一個新的需求來了 新的需求來了 那我們等要bass到sable的版本嘛 因為等我們改到一半 我們這樣冒然runge回去 可能就把sable的版本給弄壞 好 那有一個新的需求來了 我們就可以check out 到master了 誒好像會看不到我 放大一點 好 master 那你可以看到master的版本 還是在你比較舊的版本 它就到adcast 好 那我們對它進行一些修改 好 我們加了一個new feature 好 它其實就是一行字new feature 好 那存檔 好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它是增加完那個intx之後 馬上就增加一個新的feature 那就是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實際上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想要修掉這個中心的版本 的branch 它的git log 是到bix的開頭 那對像我剛剛說的就是產生的一個分枝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它們分枝 然後分出去分成兩個不同的 好 那講裡面抽象喔 其實有指令可以看啦 可是指令就是要看 要做設定 好 其實git command line的部分 可以讓你看到這個分出去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是我個人的anlis 它其實是很常的一串指令 它其實相當於你像git log double hyphen graph double hyphen one line double hyphen equal graph 那它可以到我的git的設定檔找到喔 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的真的變回去了 好 那然後我們現在fix typo 就是我們想要修復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我就把它認取回來master 好 那覺得說要記得就是你要先check out 回你的best branch 好brunch 好 那像這樣狀況就是有一點conflict啦 那欸怎麼會有conflict 應該沒關係 就是這樣的狀況是說 因為我們跟出去的branch 去的修改 影響到了本來master的功能 就是有些東西git沒辦法幫你決定 到底要留誰 所以你就得要自己決定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你看上面就寫了 兩邊都修改了 就是我們剛剛的master 跟branch 都修改了這個檔案 那我們就看這個檔案 然後說欸 喔OK 好 好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修改 這個就是來自 這個是來自master 就是來自另外一個branch 那通常改的東西會是在不同檔案 或者是狀況沒有那麼 就是比較好修 那這個東西我們知道要怎麼修復嗎 我們知道它最後長的樣子應該要是這個樣子 好 那就修復完成了 就是衝突 有衝突 然後把它修正完成 那我們就照它的用法把它 好 add 這邊說要用use git add to mark the result resolution 好 add 然後接著說 bix complex and run git commit 要修復衝突 然後run commit 這個指令 好 那我們看一下 catus 好 那我們就git commit 好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 標準的一個merge的commit 那它會列出有沒有衝突 那一般來說其實不太會有衝突啦 就是它會自動幫你merge完成 當然是一個 剛好碰到一個比較 就是碰到一個不能自動merge的狀況 好 好 那這個沒有問題 就存檔 那你就會看到你的git log 現在就變成了 嗯 用這個merge的commit 增加新的feature的commit 還有修正錯誤的commit 全部都在上面 那我們可以用偷懶的指令 看一下現在的gram長什麼樣子 就是分枝出去 那我這個為了不要動到自己用的版本 我分出去修改這個錯誤 那table的版本 還是可以繼續增加新的定訊 最後大家不能一起 可以理解嗎 對 好 那我們只剩20分鐘 那我還有一些簡報要講 那沒關係 因為其實指令就在簡報上嘛 那我也有用 就是workflow的方式 把詳細的流程秀出來 所以其實應該還好回去可以再練習 那我就要繼續講 好 那接著是remote report story 那我們目前為止已經把git的精髓都學會了 那git當然還有很多showcut 像我剛剛看到有同學很好 一定在網路上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用的更簡單 就是更快的用法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教學 就是這類的可以指令大權之類的 對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 那 接下來是圓端report story 好 那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remote report story 我們可以用clone的方式拿回來 比方說你想要linisk kernel 所有的source code 那 因為 因為linisk kernel 是想要把host 來一個地方來出示 然後搬到github上 那 你要 linisk kernel的source code 我們就git clone 基本要 要移出你本來的project的風格 因為git clone 它是 完整的複製一個現存的report story 那你只要report story的uril 它也可以是一個路徑 它是很可以是任何的路徑 像這個 e-hub tovas linisk kernel gate 你就可以把 linisk kernel的source code 全部都抓回來 然後 因為它也是用kint 然後 因為git 事實上是tovas寫的 他 開始的一個project 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放到這裡 然後看你要放到哪個資料夾 或是資料夾 也可以不寫 它其實是應該要加個方法 好 就可以把整個 整個project 整個 扣評了 對 這是第一種方法 你可以用clone的方式 去拿一個現存的report story 那 你可以自己開個 如果你今天是自己的project 或是別人的project 那 最基本的你可以用git initial double hyphen bear 那這個比較特別喔 就是 它這樣的意思是說 本來開git的report story 它會包含你的所有 現在的存在 跟git自己內部的東西 那 bear 加上bear的話 它意思是說 那 我現在就不要我工作的地方了 整個snow夾 就存git的東西 整個snow夾 就存git的東西 好 好 那 那 或者是 你也可以去git hub 開一個新的report story 就在網頁上點一點 你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去開一個新的report story 那就是這個網址 那大家可以開一個來實驗 或者是可以先用第一個的方式 那第一個方式 有時候就是蠻好用的 就是 比方說你想要架自己的一個git server 那你只要你的東西是可以跑ssh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開一個你自己的report story 另外一個好用的地方是你可以拿來做實驗 就說 欸 不許當t hub上所有人都會看到 就有點可怕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實驗的話 你可以自己開一個 因為在local 所以你很快 你可以用它來放來做實驗 好 那接著 我們現在是開了一個在遠端的report story 那我們現在要把local的report story 跟它做互動 那在互動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對方是寫的 所以 git有一個comment 叫做remote 所以用來控制 這些 就是你這些 你的remote repository有寫 那第一個是remote add 你可以增加一個 遠端人的report story 那用法是這樣 前面是你的名字 通常會用origin 當作是 通常是一個convention 其實是一個傳統 origin 當作是最基礎的那個remote repository 那後面是這支URL 那URL可以是網址 它還可以是一個本地的local path 它還可以是一個 本級目目的path 就是我們剛剛用bear 引力圈bear打開的一個空的report story 對 所以你可以用大方來做 很想試 那如果你不要用的話 就把它remove掉 那一樣就是不加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remote的report story 好 好 我就一次等完再示範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想像 你這邊有一塊東西 這有塊東西 那你在這邊commit commit 那其實 遠端還是不知道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所以 我們通常會需要把我們的commit push 推上去 推到圓盾 推到圓盾 或是推到你local的另外一個report story 那我們通常會用push push 那看你要push哪一個report story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很多個圓端嘛 你就挑一個你要的 然後你要推哪些東西上去 那這個東西就是 可能是branch的名字 通常是branch的名字啊 或者是tag的名字 那實際上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那這邊其實也不用看了 方說最常用的就是直接push origin master 就是最常用的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gabu呢 比方說我本地的branch名字 跟remove的branch名字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是可以忽略的 本地叫這個名字 再remove叫另外一個名字 再加一個 號號 那如果你本地是空的 然後再加上remove端 那這樣意思就是刪除的意思 就刪除遠端的 一個branch 或是一個tag 那相對的 相對的你可以破 破遠端的code 就是今天你在repository 可能跟你的同學是共用的 那你今天你在這邊做了commit 你同學在他那邊做了commit 那你同學今天 commit上去 有東西做完 commit上去 那你用破 就可以把那個commit 拉回來 那你實際上用法就是 幾乎是一樣的 就破repository 然後你想要拉那個branch 下來 好 大概這樣 好 那時間有限 我很快的示範一下 欸 我可以佔用休息時間把它講完嗎 可以喔 不好意思 可能會稍微耽誤一下大家的時間 好 我們現在有gitlab 好 我現在讀書人員可以正當光明 用我偷懶的指令 gitgr 好 那我們現在開一個remote repository 大家可以回去用GitHub 那我這邊求快 我就開本機的 好 你可以看到 這樣gitlab remote 就會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點git裡面的東西 它現在就是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就全部都是git的東西 好 那我們不要管它喔 輪到這邊來 好 那這是我local的版本 然後我今天跟同學 co-working 或者是我只是想要share這些code 那我想要把它上傳上去 那首先我要增加 告訴git說我的圓端在哪裡 好 我說後面可以加local的路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直接加local的路徑 是不是會不會太少 這樣應該好一點齁 好 這樣我就加進去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一個origin 的remote 好 那我現在push我的code喔 push remote 那因為我現在是想要push 我現在這個branch上去 那branch它就像一個頭 它會拉出一串的抗密 所以你這樣push之後 它就會把這一串 全部都push到這裡上 好 push 欸 對不起打錯字 origin 好 開始去了 好這樣就push上去了 因為這是local 所以超級快 如果你透過 你說你是push到bhub 所以就會有一些延遲 好 那假設我今天是同學了 我是 我現在變成同學獎 好 那今天我們的主張上傳一些code 那我想要把它拉下來 我就可以這樣 嗯 通常 所以通常的做法 如果你現在 你沒有一個brand 你沒有一個 嗯 你沒有任何repost story 我會用colon 這樣的狀況就是 嗯 假設我今天我開了一個project 那我有一個你好 我有一個你好 那我是新加入 我覺得project很棒 我想要加入你 那通常我就會先用colon 因為我現在沒有任何東西 你就整個複製下來 可動 那記得那個可以用文化的class 好 好 這樣他就可動下來 可動通常要有一點時間啦 因為這個超少 又在本集 所以就很快 你可以看到 這是另外一個project story喔 但是英國一樣 對 好 那假設我今天是 我想要做一些show 有感 好 那今天我是 嗯 我不是這個project創始的人 我是 想要貢獻他的 幫助我把linked kernel 可動下來 那我覺得 欸他還不錯 那我想要 弄回去 假設你有權限的話 這個要被sign 你有權限去 修改那個repost story 那linked kernel 你可能沒有 但是有些open source 你可能可以 嗯 好 現在在這邊 好 那我剛剛做了一個commit 新的commit 好 讓假文有點抽象 還是讓大家直接看 好 那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repost story 我到的版本 是add new feature 就是在merge之後 有一個commit 那 我再回去看 gitlab 他只到merge而已 這是本來的那個repost story 好 那我現在回去 去 這個 好 那我就把它push 把它push出去 把我的所有 這個brand push出去 那 現在我的修改 就已經在遠端了 那這之後可能寫email啊 或者說什麼 我已經push一個新的修改 那請你pull我看看 這樣子 那你在這邊就可以pull origin 然後你就會看到 別人的修改 就應用回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loginlog 就有add new feature 大概就是這樣子運作了 其實沒有很困難 就還蠻簡單的 蠻直觀的 就是我修改之後push 那我想到別人的修改 我就破 這樣子 好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剩七分鐘 所以 沒辦法讓大家練習 那 其實基本的指令就是 get English double hyphen fair 你可以在本地端建一個 你自己的remove the repository 那你在本地這邊 你用push 就可以把你的抗命push出去 那如果你要別人的 就是破回來 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好 好 好 那接著要講今天這份 簡報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一個co-working workbook 那其實今天pjo workbook在講的就是 因為事實上 你用git的時候 它牽涉到 是一個完整的工作流程 所以我今天我要怎麼 假設我今天我帶一個team 或是我是一個team的一員 那我要怎麼讓這個team 可以利用git 來好好的合作 這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任何的版本控制系統 沒有任何的輔助工具 假設今天同學 你有兩個人 那你今天有個project 你要寫 那你丟給他們寫 那就變成有困難 你等一下要把東西切得 你想要 想得很清楚 現在誰要做什麼 現在誰要做什麼 然後做完之後 你要手動把他們的code 變成在一起 當然如果有git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好 好 這個working flow 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master 意思production 就是master 永遠是最stable 是public的那個版本 就是你要給大家看那個版本 就是它是一定是最完整的那個版本 也是你會標 V2V3的那個版本 然後我們會額外增加一個dead branch 這個branch 只包含了stable 跟review過的code 那這個意思是說 所有的開發者隨時都可以跟dead 破code 就是把dead的code抓下來 因為它永遠 是stable跟reviewed 所以它是好的code 永遠可以破下來 那你在解決任何事情的時候 這個issue可能是一個新的feature 可能是一個bug 永遠都開新的tubing branch 來解決這個issue 這是三個原則 然後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resolving 就像剛剛說的 永遠要開一個tubing branch 去resolving跟issue 那接著有reviewing reviewing是說 因為你今天解決這個code 你push上去 這code可能是有問題的 所以老闆可能會先看播 就如果沒有這個機子 沒有看過可能就跳過來 直接merge回去 那通常就會看過code 說檢查過沒有問題 然後我才merge回dead 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階段是cleing up 就是把 在resolving這個issue 先出產生的其他 我們所謂的副作用 全部都清掉 對 就是merge merge這個topic branch 去dead 然後再來remove topic branch 這樣 好 那實際做起來 講的會像是這樣 ersolving可能會說 ersolving可能會說 ersolving可能是你的老闆 會說 欸我們需要解決這個issue喔 然後 ersolving可能是你 然後說 是 我好 我啊 我來解決這件事情 好 那就跟大家 跟大家學到的很像 我就開一個branch 來解決這個東西 好 那可能做一些commit 我在topic branch 做一些commit 那最後 就push到topic 好 直到完成 因為push push不一定是說我全部完成在push 因為像是如果你們公司有一個重要的server 老闆可能會希望一天至少push一次 那讓他知道說 欸你有進度 所以你沒有在空轉 所以通常我會一天至少不續一次 就說我有一些新的進度上來 這樣子 所以push不代表說我完成了 只是說我把pose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到耶 好 好 所以直到完成之後 我就callassigner來review 好 好 所以assigner會說 欸我解決了 好 你們可能會有一個醫術tracker的系統 來標說已經解決了 或是如果你用bhub 或是bucket 你可以buck或request 就可以告訴assigner說 那我解決了 這樣子 看你們的系統 或是如果沒什麼系統 你們可以email 就說欸我解決了 請付我什麼時候grant 之類的 然後assigner就會說 欸那我review一下 然後assigner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local branch 然後他local repository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也是 他需要開一個topic branch 來收remote的commute 所以他自己也要開一個topic branch 然後他用力破origin topic 來把這些東西拉回來 然後這就是一個有限指令 一定通常是看你目前跟 你目前狀況跟hide的差別 那加了甜點點之後 其實甜點點是可以看一個區間啦 那我這邊省略的話 省略就是hide 那兩個點是看一個區間 三個點是說 我先假裝merge進去了 然後再看差別在哪裡 其實rebase啦 但是rebase 就是另外一個概念之前沒有提到 所以你可以想就是看差別在哪裡 那他會秀出所有的差別 所以reviewer就可以一行一行看說 and code是不是ok的 這樣 好 那如果不夠好的話 就覺得欸這個 我塞尼可能是菜鳥啊 寫的code不太好 你就跟他說 欸這要改一改 心理在重新付出你的code 那就是這要改一改 那直到ok之後 就進入第三個流程 那如果不好 就把他改到好了 ok之後就進入第三個流程 那而三個就ok了 好 那我就全都要為dab 然後我就把topic run進來 好 所以這時候topic裡面的code 就都是ok的 因為有一個reviewer看過 所以run就會dab dab的code就是好的 好 那接著我們在git push origin dab 就把這個code 因為上面的信 都只發生在老 recode story裡面 所以我們要push出去 讓遠端人看得到 應該說說 大家人都看得到 好push之後 然後塞尼就說 你做得很好 就解決了這件事情 那接著在assignee 就是assignee 就是我們的local branch local recall story 那我們可能就要把這個branch 清掉 那其實看狀況 因為有些東西上線之後有bug 那你還是要回 通常還是會回那個branch 去修會比較好 那就看狀況 你可能馬上刪 你可能過一陣子在刪就可以 再把它刪掉 那如果你要把遠端的刪掉的話 就是我們有提過了想把 git push origin 然後用號topic 這樣子 好 那最後因為dab的code 已經修改了嘛 那我們就用git push origin dab 然後還把最近的dab抓回來 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完整的工作 那可以讓大家看就是pintoy內部 我們的線圖 因為我們很多developer嘛 然後同時很多beacher在跑 如果真過統一可以放上來 對 因為我們pintoy也是用git hub 所以我們的coach 其實主要git hub上 但我們沒有open source 沒有fiction變private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很複雜 就是這就是一個coaching的一個範例 就是你今天要很多人在一起做同個project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上面的黑線就是master 藍線就是dab 那其他的branch就都是分支 就是我們想要解決的feature 那剛好這張圖很經典喔 我這邊在滑 滑到哪個地方的double key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 像是它就是一個feature branch 很早就fog出來了 然後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從master過來的線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可能這個東西 我可能要寫一個月 或一個禮拜 寫一個9 可是在同時 別人會push好的code到master或dab 可能會到 通常會到dab 所以這樣的用途就是 我可以拿到最新的code 然後這樣會比 你全部完成之後 在merge還要好 因為全部在完成 在merge的時候可能會有complete 所以如果你開前面這樣平凡的 做這樣的事情 你就可以減少complete的發現 但因為這個branch 就是unstable的 你可以merge stable的進來 你東西還是不是有 還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stable還是always stable 然後直到做完之後 住這邊就是做完了 然後再merge 對 對 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co-working co-working的workflow 好 終於結束了 不好意思 現在少了一點時間 跟大家練習喔 好 那讓我來做幾個小節 Use branch 如果你用git 請常常用branch branch branch很好用 請隨時的用branch 在影響做任何實驗 不管是git的實驗 code的實驗 無論是用branch 對 想到開branch branch可以閃嗎 因為它只是一個指向的東西 它是很來味的 所以你可以隨時刪掉 好 workflow還蠻重要的 就是 其實workflow不止我說的那一種 其實你在網路上 你用這個keyword 你可以找到很多種不同的 workflow的model 我剛剛說的其實是其中一種 那你可以看你的需要 找到適合你的 但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有一個好的workflow 你才能讓聽work的比較好一點 好 那git還有很多的magic 像我剛剛秀的那個gr 就是其中的一個 雖然是小小的 小小的magic 它突然可以畫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option 是你可以用的 那我這份簡報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讓大家看完馬上可以用 所以我省略了很多細節 主要在勾出整個git的功能 所以其實git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那因為這個很容易就會過到 所以就大家可以自己再查查看 那可以給大家一個方向吧 就是前面有提過的就是我的config 裡面就有一些包含一些基本我常用的指令 就常用才會設成alise或什麼的 那你可以參考這個 然後再去做延伸的查詢 好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QA時間 我可以QA嗎 好 那不知道大家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 好 所以沒有問題 好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